因为王学斌涉毒导致其参演的影片一个勺子至今无法供应 不过在昨天举办的第三十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评委会提名新闻发布会上 组委会宣布该片导演陈建斌顺利入围最佳编剧 最佳导演处女作以及最佳男主角三项提名 对于为何影片至今还不能确定能否供应 但是却可以入围评奖这件事 组委会是这么回应地 作为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节之一 本次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9月16号到19号期间 在吉林正式举办 赵薇 汤唯 徐帆等五人将竞争最佳女主角 而陈建斌将与刘德华 张涵宇竞争最佳男主角 至于最佳导演将会在徐克 徐安华等五人中产生 又不全一乐 做等奖项全揭晓 北京报道 因为王学斌涉毒导致其参演的影片一个勺子至今无法供应 不过在昨天举办的第三十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评委会提名新闻发布会上 组委会宣布 该片导演陈建斌顺利入围最佳编剧 最佳导演处女作 以及最佳男主角三项提名 对于为何影片至今还不能确定能否供应 但是却可以入围评奖这件事 组委会是这么回应的 作为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节之一 本次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9月16号到19号期间 在吉林正式举办 赵薇 汤维 徐帆等五人将竞争最佳女主角 而陈建斌将与刘德华 张寒宇竞争最佳男主角 至于最佳导演将会在徐克 徐安华等五人中产生 又不全一乐 做等奖项全揭晓 北京报道